碳卫星已完成载轨测试全部工作近日,中国气象局在京组织召开碳卫星载轨测试总结评审会,评审结论表明,去年年底发射的碳卫星已完成载轨测试全部工作,卫星各项功能,性能指标符合研制任务书的要求,取得圆满成功。 2016年12月22日,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专总研制的我国首科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简称碳卫星,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碳卫星发射碳卫星的成功发射一方面说明环境问题开始,日益突出,研究全球碳循环,监测温室气体才能找到破解之路。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在摇杆技术上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摇杆卫星及其分类所谓的摇杆卫星是一种利用外侧空间摇杆平台的卫星,当卫星运行在同步轨道上时,可对地表上指定的区域进行摇杆观测。 川陀太空研究人员谢顿认为,从分类上看,摇杆卫星有气象卫星和陆地摇杆卫星与海洋摇杆卫星,前者是一种收集气象数据的摇杆卫星,后者则对地球表明陆地,海洋进行不间断观测,由此也衍生出专门寻找地球资源的摇杆卫星。 在轨道上探测地下可能存在的各种资源,摇杆卫星以碳卫星为例,这是一种专门找碳的卫星。 中国的碳卫星也是全球第三颗,前两颗碳卫星分别是日本的GUST卫星和美国OCO2卫星。 据科学美国人2014年12月的消息,美国OCO2卫星发布了全球二氧化碳平均浓度地图,从图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哪些国家和地区的二氧化碳浓度最高。 结果显示,南美洲巴西,非洲南部,东南亚,中国东南部都是重灾区,二氧化碳浓度高于其他地区。 美国OCO2卫星监控全球二氧化碳,有助于我们用心现实,找出全球每年近400亿吨二氧化碳的来源和去向。 因为我们要呼吸的是氧气,二氧化碳太多,显然不是个好事。 摇杆技术的发展与前景。 2015年年底,中国成功发射了高分四号卫星,运行在3.6万公里的同步轨道上。 高分四号的运行标志着中国高轨摇杆卫星,已经取代了阶段性的成就,实现了全色多光谱50米。 中波红外400米同步轨道近实时观测,其意义比高分一号和二号这样的低轨摇杆卫星要高得多。 高分四号卫星高分四号的里程碑也给中国摇杆技术注入强新技,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对中国及其周围地区进行快速出片。 从战略意义上看,高分四号是个非常好的制高点,这也是中国摇杆卫星的最先进水平,更先进的已经在设计中。 随着商业空间公司的进一步成熟,卫星成像必然向更高空间分辨率发展,可达到或超过0.1米级。 目前最新的谷歌地图World View 4卫星已经在去年11月11日发回数据,可在600公里高度的轨道上实现0.31米的全色分辨率,1.24米多光谱分辨率,也是目前商业光学卫星解析度最高的。 与World View 3组成星座后,它每天可覆盖68万平方公里的陆地的观测。 全球最先进的高分辨率商业卫星World View 4图片来自Digital Globe,未来摇杆卫星的功能将更加全面,集成多波段。 如可见光,近红外,润红外以及短波红外的数据,未来数年问世的摇杆卫星将更加强大。 出品,科普中国制作,穿陀太空间制,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科普中国,是中国科学协同社会各方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科学传播的科学权威品牌。 版文由科普中国融合创作出品,转载性注明出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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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